好 我們政府尤其是蔡總統 很多事情 他的意志會貫徹一件事情 包括了選舉這件事情 看到在昨天本來好幾個 所謂的對民進黨來講 是監控選區 他沒有想到 主席的這一協調 一出手 大家還是覺得很驚訝 包括台東 因為有賴昆成跟劉兆豪要爭 劉兆豪跟蔡英文的關係非一般 因為劉兆豪在政大讀法律系的時候 他的老師就叫做蔡英文 所以他們是很深厚的師生的關係 所以連續提了他六次 提名提到六次了 六度參選 賴昆成現在就罵說 劉兆豪長期壟斷黨政的資源 又是當紅英系的召集人 表面上大家很客氣 所有的預算報告都還要先經過他 在賴昆成的嘴巴裡面 把劉兆豪講得非常難聽 不過我去調查了一個資料 2018年的時候劉兆豪得票37% 2014年劉兆豪得票45% 然後在更早之前是47% 等於是遞檢 越選越爛 上上一次還有47% 上一次45% 最近一次37% 那再選下去可能37% 可能也都沒有了 這是在台東的狀況 賴昆成講得很難聽 彰化也是 彰化的立委王秀芳 他其實也算是新秀立委 但是他現在告訴大家說 總統確定要由他選對會 由他來選彰化縣長 可是他自己其實之前講說 他根本沒有意願 而且他在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有承諾要讓彰化的市長 邱建復要讓他去選 所以他覺得做人 不可以沒有政治承諾 其實你承諾過這種事情 在地方選舉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跳票幹嘛的 地方人物也都會罵 邱建復的支持者也不能接受 6月23 25號小英之友會的 授證儀式上面 所有人都到了邱建復 這麼重要的職位 居然沒有被邀請 當然主要是因為現在傳出來 他在2020年8月的時候爆發 他跟一個索女打曖昧電話 兩年前 兩年前 他們是說就是小英 就是擔心他這一件事情 就怕這個底被人家拿出來打 當然他自己本人是說 有的話他就推出政壇 嘉義的話就是李軍藝 李軍藝本來說王美會 王美會應該是陳明文的人 所以人講說李軍藝打破了 明文規定了 這個李軍藝蠻厲害 其實重點是他背後 就是有蔡英文 這個部分我來問亮哥 是不是真的小英說了算 小英的意志會貫徹一些 這三個案子都非常明顯 因為在坤城我 大概兩個禮拜前有碰到他 他就是要參選到底 他確實講的理由就是說 大家都會算 每況愈現 六次 為什麼我沒有機會 你們有其他縣市是六次選不上 越選越差還是他 而且在坤城就在當地 已經也耕耘了很久了 就變成說跟主席不認識這樣 黃秀芳是真的沒有要選 黃秀芳很優秀 可是他就是在選立委的時候 就跟選民做了這個承諾 秋千五說實在 如果說兩年前的這種事 這麼大構成不要讓他選的理由 那其他地區都沒有這種事嗎 我就講到這裡了 亮哥可以 亮哥求你舉個例子 不要 不要舉例 我的意思說你要用這種邏輯 每一個縣市都要比照 你只用紙在彰化對秋千五做這種 那你不要說兩個縣市 大概有幾個縣市 沒有 這個你自己去查一下名單 那你就知道 你比我還聰明對不對 那李駿我是覺得他真的適合選 因為李駿以前他當過兩任 他能力跟形象不錯 我想他當過兩任的區域立委 坦白講他也經營 他基層也很熟 他也做過副市長了 對 可是基層 王美會不是更熟 騎腳踏車跑選區的 我知道了 可是王美會是先生立委 才剛當第一屆 對 然後我們這樣就會 民進黨就會掃一席立委 所以 民進黨 民進黨就在乎嗎 他如果當選人就掃一席立委 要補選 要補選 李駿毅 李駿毅坦白講是 他要不要選的問題 他可能 他可能本人不一定有這個打算 聽說是小英很堅持 因為他負面也做得滿好的 可能小英就覺得說你該下去 而且主要是因為 黃敏慧的支持度也滿高的 兩個都不錯 沒有穩贏 對 我覺得像這個一個大方向 感覺小英真的執意 就是要英系的人 不管是嘉義士也好 或者台東都要英系 黃秀芳應該算是政國會 可是他跟小英之間的互動 應該也是相當 很多人都對他印象很好 印象很好 小英也可能覺得跟他的互動 等於說小英現在是不是真的在佈局了 就是防白咖 所以硬著來 反正不管怎麼樣 不管什麼爭議 就算明文規定會不會要打破 有沒有這種防白咖 防賴清德 不過你要看六都 六都會更明顯 現在的除了雙北以外 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都是小英的人 所以接下來如果台北陳時中 如果新北假設羅志正 就全面英系 這個對小英 後小英時代 小英的地位就更穩固 可能他六年 這八年執政 權力最巔峰的時候 反而是最後那幾年 不過你要角色選上 對啦 先角色選上 能夠選 能夠選都要在地方 所以我可以預言 如果他為了要讓自己更鞏固 接下來今年的選戰 可能在雙北會打得非常激烈 我就可以預見 好 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請教亮哥 因為我們一樣 跟我們到底 因為這個做法 我第一次看到 他在國內也引發了 非常兩極的評論 就是現在在葡萄牙 他舉辦了一個聯合國的海洋大會 這個海洋大會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地球暖化 那這個海底裡面的溫度升高 珊瑚礁還有一些生態都大受破壞 所以海洋大會要解決地球上 很多重要的事情 臺灣又是海島型的這個國家 所以我們周邊很多資源 跟海洋大會息息相關 非常非常的關鍵 但是臺灣因為中國大陸打壓 所以害我們沒辦法去拆這個會 就是我們很關鍵 因為他其實沒有高度的政治敏感 只是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就什麼都不讓你參加 臺灣是這方面是非常辛苦 但是現在居然想我們的外交部 這個主被動不知道 但是我們的人居然有三個人 三個臺灣的成員 混進了土瓦魯的代表團裡面 結果後來因為中國大陸 他本身是具有資格審查 委員會的這個委員 他可以審查所有的資格 他就發現說土瓦魯 這個臺灣的邦交國裡面 他的名單怎麼夾了三個臺灣人 所以他說不行 他沒有要求這個團全退 他是說你這三個臺灣人給我退掉 所以這個事情就爆出來了 我們外交部的人 這個副發言人就很生氣 譴責中國無理濫用職權 可是我有查過 中國大陸真的有權 可以剔除這些不在名單裡面 因為我們就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說 只要有機會臺灣 中共一定會在 不管任何一個角落打壓臺灣 土瓦魯外交部長柯菲這一位 因為他就是率團出席的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樣我沒辦法接受 你要仔細聽 他說我自己跟三名臺灣成員 我們就退出代表團 可是土瓦魯的代表團 除了他以外都在 所以他的話意思是說 我這個人跟這三個人 三個臺灣人我們退出 但其他人都在 做面子給台灣 對 做面子給台灣 但土瓦魯並沒有退出 其實要走我跟你講 土瓦魯搞不好 就是我們南太平洋的 危險邦交國 排第幾 排第一 你是說南太平洋 還是說絕世界 我們現在的邦交國 那土瓦魯可能 我們剩14個而已的 沒有 南太平洋的部分 因為有一些有美國幫你守 沒有 但跟你是說 南太平洋的第一危險 還是我們所有14個邦交國 南太平洋第一危險 因為有像馬少爾勤導 跟柏劉 那個跟美國有防務條約 所以那個美國也會幫我們守著 那土瓦魯就沒有 據我了解 中國大陸對土瓦魯是很有興趣 有銀彈或外交上面的 已經在接觸了 已經在接觸了 事實上我在別的節目 那個Ross 方恩格 他也公開講這一點 你不要在這邊幫別的節目打廣告 我沒有講節目 我講他 因為他是瞭解美國 他說土瓦魯要注意這樣 所以他危險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我們這個新聞看起來 就是他隨時有可能會跟中國建交 隨時會跟中共建交 對 可是外交部長這麼挺我們 沒有啦 那就做民主給你 做個面子 因為現在還是我們的邦交國 你怎麼這樣 對 好 那我問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做法在國內引起兩極 有人說台灣人真的很辛苦 海洋大會跟台灣息息相關 不過我坦白講 我真的沒看過這種狀況 這樣到底是算我們很努力 還是說其實 別人的代表團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要問你是說 我們真的很努力 想盡各種方法 還是說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真丟臉喔 居然跟人家 用偷渡的方式被人家發現 然後就沒辦法進去了 你比較像 真的沒有必要用這種方式 因為國家還是代表國家 你寧可是以一個國家代表團 被打壓 那我整體退出 那大家清清楚楚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要這樣 那所有的聯合國組織 我可不可以混到別的國家的名單裡面 有人這樣做多久 可是這種事情 怎麼可能不會被發現呢 不是有時候可能就沒被發現 我就說看能不能僥倖一下這樣 當然是這種心理 真的是跑外交新聞 跑了二十幾年 我真的沒聽過 我真的有聽過 沒有 我告訴你 現在的民進黨的發言人 一個叫謝沛芬 大家記不記得 他以前就是土娃魯 駐聯合國的裡面在任職 這樣喔 對 土娃魯駐聯合國 所以他有一些關係 台灣人 但是他在美國 在聯合國的這個 這個聯合國裡面是辦公的 他是用土娃魯駐聯合國 他是哈佛大學的 對 海洋大會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之前三月在帛琉舉行的 那時候我們大家也很生氣 因為美國說叫我們不要去 烏俄戰爭的時候 去吃居中國大陸 所以叫我們不要用ROC 來代表參加 那蔡總統今天最新的 昨天告訴大家說什麼 再講一次 現在是台美有史以來 關係最好的狀況 可是很多人聽了 實在是覺得說 如果真的好的話 美國為什麼不讓我們參加 帛琉的也不能去 然後在這個葡萄牙的也不能去 所以外交關係到底怎麼樣 大家心裡都有數 另外一個話題 台積電他的二奈米 本來是要在新竹縣的寶山鄉 但沒有現在想出來說 被人家踢爆 說他們要跟死人來爭地 到底怎麼回事 別走開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我們在這裡 我們聊幾天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